欢迎大家又来听我讲中西人民思想 现在我继续讲中西人民思想 现在我讲的是西方文化的缺点 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西方文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战争 或者西方文化有没有缺点 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是东方人 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觉得西方文化总是有缺点 不是这样的意思 根本这一个其实是一个客观的学术问题 在西方文化他们自己的西方思想家里面 一早已经有很多讨论了 到底西方文化有什么缺点 为什么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会出现这么多战争呢 就是这么多罪恶性的事情出现呢 我上次也有说过 就是他们自己也有几种说法的 比如这个马克思派的说法 就认为西方文化的最恶的出现 为什么西方文化会有这么多战争 这么多罪恶出现呢 就是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最坏就是资本主义了 这个马克思派的说法 但是另外呢就有些所谓反国家主义者的一派的说法呢 又不是这样的 反国家主义者的 他们就认为这个国家之间的问题 这个 认为这个西方文化 近代西方文化的那个战争的来源呢 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呢 所谓这个 民族国家之间呢 出现了很多的壁垒 去造成战争 这个就是所谓民族国家的神话了 提出一个国家的神话 这种这样的说法 有不同的思想家也有这样的说法 认为呢 这个甚至世界大战 都是因为来自这个国家思想 这个就是 有一派的说法就是认为 这个民族国家的思想 影响到西方文化出现这个问题的 另外一派的说法呢 第三派的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 反个人主义者的一个说法 反个人主义者呢 就是认为呢 西方文化的问题呢 为什么出现战争 出现罪恶呢 很多时候就是来自这个 所谓个人主义思想 其实很多时候出现 所谓个人的英雄崇拜 个人英雄崇拜呢 很多时候就变成 最后就变成这个 極权的思想 这个極权思想呢 就变成一种 这个 战争 这个变成很多不同的罪恶 这个 那就是来自个人主义 或者个人崇拜 这样 这个呢 又是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在西方学术上面呢 就已经有这几种不同的说法的了 这个 不过我们现在说 都不是用这三种的说法 而 这三种的说法本身呢 它们自己本身那些理由 很多时候互相抵消 那我们现在都不采取这一种说法 这个 那我们现在 提出两点 为什么西方文化出现问题呢 西方文化的流弊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在讲法提出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 出自这个 权力辱的 那其实这种呢 都是西方 这些文化研究的学者的 一个 讨论了很多的说法的了 这个 这个 来自人的权力辱 最早的讨论呢 由柏拉图那里开始讲 这个 近代这个斯宾格勒 也有讲 很多不同的作家也有讲过 这个 就是来自 人的权力辱 这个 这个 西方近代文明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问题呢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这个 无限制的权力辱 无限制的权力辱 这样呢 这样就 演变成很多不同的 这个 極权的思想 演变成很多的 战争 这样就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 权力辱的问题 这是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出现这个 权力辱的问题 这样呢 这个是 第一点 权力辱的问题 上次讲的比较多 这样呢 今次呢 就讲第二点了 这个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和这个 理性主义 理想主义 人民主义 精神的 喪失有关 这样 这个 上面讲过 这个 我们 讲这个 西方文化 的 罪恶 很多时候 有些就说 是这个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 有些是 共产主义 但是这个 我们看到 这些 不同的主义 最后 很多时 就是因为出现 很多极权的思想 可能是 出自人的 权力辱 这样 都是说 因为这个 是由这个 权力辱 结合了一些 偏执的理想 而去 这个 产生出来的 这样 就是之前 我们所用的 一个 第一点的解释 权力辱的解释 但是 这种解释 仍然 都不算是 这个 很圆满 因为 这个 我们认为 人的 权力辱 和一些 編执的理想 结合 这样 这样 就看不到 其他的 一些 理想 只是編执于 其中某一个 理想 把那个 理想 解释完 所有 一切的文化 例如 用经济 来解释完一切的文化 只得到一个 经济的理想 而其他 就没有了 再没有 讲其他理想 掩蓋了其他理想 这样 这样的一种 編执的理想 配合了 人的极端 权力辱 变成了很大的罪恶 这样 这种所谓 編执的理想 这种 这样的解释 问题 在哪里呢 就是 其实 这些所谓 編执的理想 最初 其实它不一定 是真的很 編执的 例如 社会主义 或者 自由经济 或者 港民族国家 等等 这些这样的说法 后来 有些不同的学者都说 这是西方文化 最恶的根源 但是 其实这些这样的说法 最初 全部都是人理性上的 一些正义的要求 这个 全部都是正义的要求 社会主义 要求平等 自由 经济 要求自由 民族国家 要求自己民族的自由 原本这些是人理性上的 一些正义要求 但是 为什么这些正义的理想 或者正义的要求 后来会变成这个 权利欲的工具 权利欲 假借了这些工具 来去发展 这些正义的要求 全部成为这个 权利欲的工具 帮助权利欲 发展成为这个 极权的政治 这种 正义的要求 成为权利欲的工具 这种 这样的演变 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们需要一个 学术文化史上的 理由 来去解释 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 所谓学术文化史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这个 学术文化的 发展过程来看 就是 近代 学术文化 在这个 发展过程里面 慢慢 失去了 所谓叫做 精神的 本源 就是以前我们 讲过 其实这个 西方近代文化 那个精神的 本源 在哪里呢 它的本源 其实是来自 这个 古希腊 或者这个 古希伯来的文化 是由那里慢慢发展出来 就是所谓 西方的古典文化 由西方的古典文化精神那里 发展出来 而西方的古典文化精神呢 其实原本 是一种 很尊重人性 尊重人的理想 尊重人的理性 的一种精神来的 这个 那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这个 近代文化的本源 原本就来自这些 那么尊重人性 尊重理想 理性的一种精神 但是呢 发展到近代的时候 这个近代文化 慢慢就失去了 这种本源的精神 慢慢堕落 变成现实主义 自然主义 那就是说 在这个文化发展过程里面 西方文化的精神 墮落了在这个 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之中 那所以人的精神呢 就慢慢呢 就这个 跌了下去这个 在现实里面 就不在理想那里了 而是跌了下去现实 所谓的现实呢 就是一些现实的民族 现实的阶级 现实的政党 甚至是一些很现实的 权力的争夺之中 人的精神呢 就全部堕落了下去 这些 的现实的事情里面了 这样令到这个 学术文化呢 最后都成为这个 权力争夺的工具 这些 我们讲这个 文化精神 讲这个 理想啊 理性 这些全部呢 就变成了 权力 要建立这个 权力欲的一种工具 这个 那我们看回这个 西方近代文化 由15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 一直到18世纪的啟蒙运动 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 最初的发展 这个过程里面 原本都很尊重人性 都很讲这个 理想 讲人的理性 以这个理想 理性 人性 作为这个精神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见到 西方近代哲学里面 这个 早期有这个 理性主义 理想主义 经验主义 而西方的文化发展里面 有所谓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都表现出这种 尊重理性 尊重人性 尊重理想 这种这样的精神 近代 最有 这个 代表性的 就是这个 科学精神 近代思想里面 最有代表性的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 就是研究自然 研究自然 要求主宰自然 希望人 能够主宰自然 科学精神 原本是这样的 所以科学精神 最初都表现出这种 理性 理想 或者尊重人性 尊重人的理想 的一种精神 科学精神都表现出这种 这样的精神 我们一直都讲开这种 尊重人性 尊重人的理想 尊重人的理性 尊重人的理性 这种精神 它的本源 是由古希腊 尊重理性的精神 发展过来 所以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 在本源上面 其实应该是继承到 古希腊的一种 尊重理性的精神 甚至 我们也可以说 是继承到 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 因为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 是如何呢 是以人 作为宇宙的中心 这个 人是什么 人是这个 神的 上帝的儿女 地位很高 是这个 宇宙的中心 这个 所以 原本 西方近代文化里面 那个科学精神 研究大自然 要求主宰自然 要将这个自然 这个 管理得最好 这种 是将这个自然 放在人的心灵之下 由人去主宰 这样 就是说 将这个自然 是用人的心灵的光辉 来去照耀这个大自然 用人的心灵光辉来去照片这个大自然 现在将这个大自然 加以改造 做到最好 做出一个理想的自然 这个 这个 正正显出了一种 无限良好的一种 原望 即是原本科学精神 应该有这样的良好的原望 是一种理想来的 好了 这样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人的心灵光辉 照向大自然 那么 在这个时候 人的心灵 就慢慢沉入了 到自然里面 慢慢沉入到自然里面 这个心灵的光辉 入到大自然里面的时候 就不能够反照 进入到自然里面的时候 就不记得了 人这个心灵 是如何去照耀这个自然 不能够反照回来 这个 不记得了自己的心灵自身 是如何存在 于是变成 人只是见到这些自然物 自己 和人 自己的心灵 全部都变成为自然物 即是一个人 他有一个研究大自然的心灵 自然去研究大自然 但是去到最后 他就变成 发现这个 人心灵本身都是自然物 他要研究人的心灵的时候 就将人的心灵当是自然物 来去研究 所以人自己 或者人的心灵 全部都变成自然物 于是人在自然里面 就只是一个自然物 结果呢 人呢 就居于一个很微小的地位 人呢 就再不是这个主宰自然 或者这个呢 这个是自然之上的一个存在 或者是以为人自己的一切都好像自然物一样 是受到自然所决定的 即是人会觉得自己是自然物 自然呢 自然呢 受这个自然的规则所决定 这个 人呢 全部是受决定的 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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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 人呢 就变成自然物之一 这样 那 这种看法呢 正正就是所谓近代理性主义 理想主义 精神的堕落 结果呢 就成为这个所谓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 这个 这个 那 所以这个 我们如果 要 找出 这个 野心家 或者找出这个 极权者 他们 如何制造罪恶 我们如果要找这个 学术的根源的话呢 就是这一种 自然主义精神 那 这个自然主义精神呢 也都是有它的根据 这个 即是自然主义呢 这种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有它的根据 这个 它可以说呢 是来自这个科学的 这个 因为呢 近代科学 就发展得很快 也发展得很多 在这个呢 近代学术文化的显学 这个 科学 那么 近代科学的发展呢 由天文学 去到物理学 生物学 社会科学 心理学 一路发展得越来越多 即是最初那个科学呢 是研究天文 后来呢 就研究这个 这个 物理化学生物那些呢 就是研究这个 大自然 研究大自然 然后研究生物 研究生物 然后再研究这个社会 研究社会 研究社会 人类的社会 这样 然后研究人 再研究人的心灵 变成心理学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呢 近代科学的一个发展 过程都是这样 那么 生物学 又有进化论的 这个呢 就是说人呢 是由这个呢 自然进化而来 社会科学 也有进化论的 就是认为这个呢 文化社会呢 是由这个自然社会 那里进化而来的 心理学也有进化论的 就是说这个心理动机 我们人的心理动机 很多时候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就是由我们生物的 食息本能 那里发展出来的 那这些 不同的 生物学 或者社会科 心理学 那些这样的说法呢 它们这些说法 都可以说是一些 科学的真理 但是这些 科学真理 是怎么来的呢 这些这样的科学真理呢 就是由人的一种 求真 的一种科学精神而来的 这个 就是人呢 研究科学的时候 有追求的呢 这个就是求真 我们求真的时候呢 就会呢 发现一些科学的真理 人的心灵求真 那人的心灵呢 就会呢 照片这个世界 照片这个自然物 照片这个世界 照片它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一些条理 发现一些真理 那这些真理呢 就是成为这些 所谓的科学的真理 那所以呢 那这些 所谓的科学真理呢 其实就是人 理性活动的表现来的 人的理性活动 人在求真的过程里面呢 用人的心灵 照片这个世界 而发现的一些真理 那所以这些科学真理呢 可以说是人理性活动的表现 或者是这个呢 理性客观化的一些成果 那样 那我们从源头来说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发现呢 人本身 或者人的心灵 或者人的理性本身 它的活动范围 应该是比科学大 那刚才我们这些说法 都是说 科学真理是怎样来呢 最初是由人的心灵 要求真 是由人的心灵 照片这个世界 而出现的 就是科学研究 或者这个科学的真理 科学的活动 都是由人的心灵 求真 人的心灵 要求照片这个世界 然后发现真理 那样出现的 所以从这个源头来说呢 人自身 或者人的心灵 或者人的理性 它的活动范围 应该是比科学大 因为它是最源头的嘛 人的心灵 人的理性 应该在这个 它研究的 自然世界之上的嘛 这个 那所以呢 人 你可以说它 一方面呢 它都是一种自然物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呢 人 亦都是超越自然物 在自然物之上的 这个 这个 因为人 有了 这个 涵盖 自然 的心灵 和理性 那样就 不同了了 那样就会在这个 自然物之上 因为人 不只是一种自然物 它还有一个 心灵 和理性 而心灵 和理性 是涵盖自然物 所以它呢 这个心灵 和理性 应该是自然物之上 这个 好了 刚才也说过 这个 我们这个 发展科学的时候 人很多时候 心灵 沉入了 这个自然物里面 只是记得人 是自然物的 其中一种 而不记得了 人 其实呢 也是超越自然物 在自然物之上 人 不能够自觉 或者反省到 这个 本源 这个 人的 心灵 或者理性 那个本源 不自觉 那就忘记了 这个 人 为什么可以令到 这个科学 成为科学的根据 因为令到科学 成为科学的根据 就是人的心灵 或者人的理性 但是我们呢 不自觉 不反省到 这个本源 不记得了 这样我们 说不到这个 根据 说不到这个 科学成为科学的根据 变成呢 这个人呢 只是沉没了 在这个所谓 他发现的科学真理里面 甚至呢 只是沉没在这个 自然物的里面 结果呢 就变成这种所谓 叫做自然主义 这种自然主义思想呢 就变成 说到 人呢 只是自然物 人呢 就是这个来自自然 他说到的来源 最多都是说到 来自自然 就说不到超越自然 这个啊 这个啊 只是说到人的动物本能 说到自然进化 但是呢 就说不到 人和动物的不同 忽略了 忽略了这个 人的理性的 重要 忽略了这个呢 文化生活的重要 忽略了这个 文化历史的重要 啊 只见到自然本能,或者是动物本能 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西方18、19世纪自然主义精神的问题 所以西方文化在这里出现问题 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幸就是 由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而来 这样就发展出很多民主运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运动 这些原本是一些理性的表现,或者是理想主义的表现 但是结果,这些民主运动、民族运动等等 这些有理性有理想的精神 最后变成都只是一些自然主义的精神 自然主义精神,刚才也说过了 就变成只是在自然物之中 变成只是讲动物本能,讲自然进化 略了理性、文化、历史 结果这些这样的看法就帮助了很多不同的野心家 造成所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极权主义那些罪恶的出现 所以我们来看看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如果能够重视理性的发展 这个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比较好的 即是能够重视理性多些 它那个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会比较好的 如果重视动物性那方面比较多些的时候 那个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比较坏 或者比较差一些 在英国提倡民主的 这个主要是洛克、穆勒 这些比较出名 洛克和穆勒 他们都是经验主义的代表 虽然他们是 我们虽然说英国资学史里面的讲法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同 他们不是理性主义 虽然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代表 但是在讲民主自由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从尊重个人理性出发 他们是用理性去考察历史经验 虽然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一派 但是其实他们都很重视理性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的思想家 其实是相对地比较重视理性 所以英国政治的发展 是比较能够避免这个暴力 后来罗素在西方资学史里面 特别推送洛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洛克真的能够尊重这个理性 所以我们看到 英国的发展 是比较尊重这个理性 所以他的政治的发展 比较容易避免这个暴力 我们看另外一个民族国家就不同了 比如法国 法国的劳梭就不同了 这个劳梭讲政治 讲公共意志 他是由理性开始讲的 但是我们看回劳梭最初成名的论文 他讲这个科学艺术 他的讲法就是一种反人民思想 他就是认为人类原始时期的自然生活 是绝对自由的 最初没有人民文化的时候 最原始自然的时候 那时候人是绝对自由的 这是一种反人民思想 这种讲法就影响到他后来思想的出现 所以劳梭除了讲公共意志 他都很重视民族的特殊性 风俗制度、爱国意识 但是问题就是他讲的公共意志 最后仍然都是由个人的自利心 由个人自然的社会情操 来形成一个公共意志 所以呢 他其实讲不到这个所谓客观理性 他其实是不懂这个客观理性 也都讲不到这个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另外也都有其他人 不同的思想家主张国家的起源 所谓叫做契约说 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契约说 讲国家的起源 契约说就认为国家 是由原始社会里面自由的个人 由个人的自然意志 定立一些契约形成国家 契约说就讲这个国家是怎样出现呢 国家的出现就是因为很多不同的自然的个人 不同的自然的个人 他们用他们的自然意志 一起去定立一个契约 这样呢 大家同意了 那个契约就成为这个国家了 这样 这样这种呢 用原始社会 自然个人生活 作为模范的思考模式 的一种想法呢 这个就跟奴约的 刚才那种呢 基本上是相似的 这个 认为这个呢 原始的自然生活呢 是最好的 另外一种契约说 认为原始的自然意志 互相定立契约呢 是最好的 这样 这是一个模范 这样 这种这样的 用原始社会 来作为模范的 这种这样的思考模式呢 其实是一种 不重视历史文化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 亦都不了解一个 客观 普遍理性 的一个重要性 那所以呢 后来也都有 不同的哲学家 批评 牢疏 就认为牢疏 在本质上 其实是一个 反人民的 浪漫主义者 所以我们看到 刚才说过 这个 法国的思想家 这种这样的 讲法呢 是一种 反人民的一种 讲法 反人民变了 不尊重 这个 人的心灵 不尊重 人的理性 这样的一种 所谓反人民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就是由这些思想来的 由牢疏的思想 由这个 下十八世纪的 唯物思想 由这个 自然主义 来去指导的 这个 我们看到 法国大革命 由这些不同的思想 来主导 其实他最后 真正的 最后的指导思想 就是自然主义 由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就是自然主义 因为他最重视 因为他最重视 讲到最后 最重视的 其实就是自然的个人 这种自然 自然的人 是一种 自然主义的说法 所以 这种 以自然主义 作为思想 来去策动的革命 破坏力有余 建构力不足 所以在这个 法国大革命里面 很多时候 就出现很多罪恶 就是借用这个 自由的名义 来去进行 法国混乱了八九十年 最后 结果就出现了 这个英雄主义的 拿破仑 以这个军事天才 和野心 来去横掃了这个世界 所以 有这些思想家 他们认为 法国大革命 缺乏了 义务的意志 全部都是由自私自理的个人出发 所以最后 只能够在一个人身上 援揭 这就是拿破仑 这样 这样 也有些思想家 指出这一点 就是这个 只是由这个 自然的个人 来去出发 这种指导思想 结果在这个法国大革命里面 出现了 的问题 就是这个 破坏比较多 罪恶比较多 所以相对地 刚才说过 如果这个 我们重视理性比较多 民主政治发展会比较好 比较长顺些 避免暴力 相对地英国 就会是这样 法国相对地 就没有那么尊重理性 的时候 暴力相对地比较多 最后就出现了拿破仑 就变成这个罪恶 相对地 发展得越多 那就出现了一个 这样的现象 下次我们继续 讲一下这个 理性主义的问题 讲到这个 德国 其他民族国家的问题 讲到这里 很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